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讲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 我知道我已经比别的频道晚了两三天了 但是没有关系 经过这一两天的沉淀 有很多非常好的观点 就是浮水而出 我很想给大家总结一下 也量于我的观点 那关于这期的奥运会呢 我第一个反应是 好有创意啊 我最早呢是从央视的120秒上面 就是奥运会一结束 开幕式一结束 央视就推出了一个120分钟的精华 哇光看这个精华 我就觉得好振奋人心啊 那匹马 那个断头台 虽然说有一点黑暗骑士的那种感觉 在那个建筑就是曾经的巴西底屋 玛丽皇后曾经关在那边 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 也是在那里被斩首的 所以他很好地呈现了历史 包括图书馆的那个场景 他在一一给你展示 法国的一些作家 还有他也派出了自己最好的歌手 音乐家 包括罗浮宫的名画 看着我真的是觉得好振奋人心啊 当然后面呢 很多故事呢看到完整版 我才知道 哦 原来央视也砍去了三人心 更砍去了最后的晚餐 那个也是在中文界和英文界 全球 无论什么国家和语言 就是集体哑然无声 让解说员无法进行解说的一个 只有美国的解说员说 哦 We didn't be invited 就是说当他把门关起来的 那三个人把门关上来 要做一些不能让你看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 美国的那个女解说员接住了 说我们没有被邀请 当然他也受到了很多的并购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画面的时候 尤其是在这样子老少街 以没有做限制的奥运会的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话 很多的电视剧都有说年龄的限制 那对于奥运会的开幕式呢 他是没有受这个年龄的级别的限制的 那你这样去播 所以呢 连法国的纳税者都说 我纳税你来给我孩子看这样子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上很多 哪怕就是说非基督徒 因为他们说最后的晚餐 他用了达芬奇的名著 来诋毁基督教 然后女演员在中间扮演耶稣的呢 她也是一个lespin 就是女同性恋者 包括整个开幕式的导演和闭幕式的导演 是1982年的Thomas Jory Thomas 跟美国刺杀美国 前总统川普的那个杀手一样的名字 Thomas 我也觉得好 挺好笑的 因为他自己呢 本身呢 也是一个同性恋者 所以呢 他就有一点 公私借 公借私用 然后呢 就在这样子开幕式上 对全球人民 宣扬自己的同性恋的理念 甚至还出现了三人行 在房间里面做一些 不能让大家看的事情 包括最后就是整个 取魔乱舞 有人开玩笑说 如果孙悟空下凡 他都不懂先打哪一个妖怪好 确实太可怕了 长着大胡子的 还有胸部的这样子的大叔 实际上这样子的人就是 叫做LGBTQ 里面的那个Q queer 在我十年前 我那时候小不懂事 还特地跑到旧金山的一个彩虹区 去猎骑 哇 我就看到了那种什么羽毛啊 绑在这个屁股上啊 然后穿着那种黑丝的网袜啊 然后明明是男生啊 长着胡子啊 然后还穿这种三点式 就堂而皇之的 在旧金山的那个 所谓的彩虹区在走 我顿时就觉得说 虽然我那个时候 非常的 怎么说 包容 自由 民族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到美国来旅游 所以我说我要来看看 但是看完以后 哇 当天晚上饭都吃不下去 我说哇 这个 同性恋区 你真的就看到两个大男人 手牵手走在街上 一个还半女人 然后 非常的queer 就他穿的衣服 他明明是个有猴结的 有的男人 穿成那样 你就会觉得你的审美观 受到玷污 我觉得那样的感觉 也是跟现在很多人看 这个奥运会开幕式 其实也就在短短十年之后 然后整个这样子的现象 觉得说有点 反胃 反感 不愿让他的孩子看 那他在宣扬背后 宣扬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 他是说叫做包容 叫做自由 但是这个是包容 这个是自由吗 那我想到了前段时间 特别有意思 就是有个这样的queer 我就穿着奇装一服的 台湾的男生 在台湾的地铁上坐 然后他觉得 这叫做民主和自由 结果被台湾的警察当街怒斥 那个警察就说 你给我穿成这个样子 像什么一话 还不赶快回家给我换衣服 怎么怎么 然后我就觉得 有人说这个警察管太多 人家穿什么衣服 在街上走 关你警察什么事 但是我是要为这个警察拍手叫好 你这个碰到社会的这样子不良的现象 穿成这样不闻不类的 那个警察还说 你爸爸妈妈都没管好你 你还跑到街上来 我要来管管你 我就看了觉得说 好爽啊 确实如果当我们的社会 出现越来越多这样奇奇怪怪的人 真的很倒胃口 你真的是晚上吃不了饭 十年前我在旧金山 真的是吃不了饭 那是2011年前 2013年 五年后我结婚了 我家先生是绝对不让我去旧金山的 因为车停在那边 窗户你要担心会敲 然后homeless满大街的都是这样的行尸 但我老公说满大街 但也是有一点夸张 因为我在旧金山还是有很多的华人女性朋友 后来呢 我就跟这个华人女性的朋友打电话 我说啊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本来想去看看你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确实遭抢 他是上海姑娘 然后他另外一个邻居呢 台湾姑娘 车停在那边 用枪顶头 被抢 他现在自己一个人都不敢出去 所以我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 当我知道这样的事情 跟他打电话了解 我才知道 旧金山原来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像不敢去旧金山的美术馆 音乐厅去听音乐看艺术 去买东西 去怎么怎么的 没有办法去享受旧金山这样子一个 曾经多么伟大的城市 就像巴黎 我最早去巴黎是2000年 2006年 也算是20 快20年前了 我去了好几次 那个时候的巴黎 我看到的是唯美的画面 男生和女生在街上相拥而吻 那个空气里面 都充满的是那一种温馨和睦 你看到那样的情形 不会觉得 你知道吗 就是 但是现在 你会看到男男 你就觉得 我知道我这样说 可能会有很多的人觉得说 我这样子是歧视 对 我确实是歧视 我真的是不虚妄看到 如果男男女女 你们想要的话 忍不住的话 回家去 我同意 这个就是你 你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你不要公而皇之的在 因为你的自由 破坏了正常人的自由 你跟我说 你要民主要自由 你要这个要那干 啥的 对不起 什么是真理 上帝造人 上帝造人 就是造一个男的造人 他造人 就是要为了繁衍后代 如果你们不能繁衍后代 因为你说 我这那啥 我心理缺陷 我的基因有问题 那就在家做 真的我很同情你 就有人说 你不能攻击 没有 我没有攻击 我只是说 我们应该 想往什么样的 有些人 如果真的 没有办法 去避免 就好像 Elon Musk 他的儿子 Vivian 改名了 他叫Vivian 就像Elon Musk 他说 我的儿子死了 但我开玩笑说 他又多了一个女儿 但是他没有这么说 我多了一个女儿 你知道 作为父亲 他是琢磨难过吗 我邻居的邻居 好好的一个家庭 他离婚了 他的儿子 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女儿 你知道 变性手术 对于孩子来说 要受多大的伤吗 多大的痛吗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要花多大的钱 金钱 在你身体上 做这样子 巨大的一个手术 来摧毁你的identity 就是你的身份 你明明是个男生 你要做一个女生 他是一个离异的家庭 Elon Musk 他的家庭 就更加混乱了 我们就不说了 当然 他跟Vivian的妈妈 也是离婚的 离异的 所以他宁可 不要这样子的爸爸 要跟这个 世界上的首富 断绝关系 为什么 你再有钱 I don't care 因为我要的是爱 什么是爱 爱是不羞耻 不张 不张狂 不做羞耻的事情 什么是爱 如果爸爸妈妈 能给孩子 足够的尊重 这些孩子 会成为同性恋吗 会成为 会成为那个 想过变性的孩子吗 在心理学上 我们知道 比如说 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孩子 他从小就喜欢 穿妈妈的高跟鞋 涂口红 穿裙子 然后他觉得 很开心 说话也这样那样 他从小就这样 生下来就这样 然后也有很好的 这样子的朋友圈 孩子二 他的爸爸妈妈 天天吵架 他的爸爸天天打他的妈妈 他是个女孩 这个女孩呢 就觉得说 我如果变成了个男生 我也可以去家暴别人 他说我要变性 因为就像我妈妈一样 我得不到尊重 还有个孩子 他是个男孩 他说 第三个孩子 他说 我长得矮 我爸爸妈妈 我爸爸就是看不上 我觉得我没有男子气概 一直要叫我做这个 做那个 成为家里面的栋梁 他说我压力太大了 我就想做个女孩 这三个 这个例子里面 谁要变性 谁不要变性 谁可以接受治疗 谁可以不要接受治疗 有什么样的 方法呢 其实三个例子当中呢 可能只有第一个 他可能 真正他要变性 但是世界上 尤其是我们国内 我的表弟就是这样子的 他从小就喜欢 他妈妈还给他扎辫子 特别有趣 但是他妈妈从小就鼓励他说 嗯 你是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怎么怎么 好好的爱 给他呵护 他长大以后就成了一个很好的爸爸 也没有这样奇奇怪怪的 但是如果我们像社会觉得说LGBTQETFGXYZ都可以的话 他会给一个孩子一个误导 那这样的这个第一个同学呢 他很有可能在爸爸妈妈社会心理家庭咨询师的支持下 老师的支持下 他就决定要去做变性手术了 我们这个周围又少了一个正常的孩子 又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心理 对受过伤的 但是你知道吗 他变性以后他真的是好 他真的是有从根拔除吗 就像这个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 这个女生想要变男生 然后因为妈妈常被爸爸虐待 还有这第三个男生 他就觉得说我只要变成女生 我就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 爸爸没有必要来教育我成为那个很强大的人 他们如果不从就是根子上 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变完性以后 爸爸妈妈还是用奇怪 就是特别的呵护和心态去照顾他们 还是他们还是还是会痛苦 会抑郁 所以真正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肯定是有解决方案的 如果我们按真理来说 因为真理让我们得自由 我们肯定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对的事情我们要去坚持 错的东西我们要说no 就像这些巴黎奥运会一样 这么多人说no 让我觉得很欣慰 我们这个社会 全球的这个都是一个地球村 很多人还没有变成那种 什么都可以接受 什么都可以 无所就是不可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下面 还不至于混乱 我觉得我呢就在算是个小小的频道 但是我觉得我也应该发出一声一些微小的声音 对巴黎奥运会这一次出现的这种怪现象 这两个怪节目 嗯 其实是这个同性恋导演 他自己 内心深处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 他为什么成为同性恋 我们也可以去研究 呃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做很足够的研究 但每个同性恋背后 实际上都是有一个 非常 失衡的家庭 爸爸妈妈或者是周围的环境 他得到了环境的摧残 就像Elon Musk 世界首富 你应该觉得他能得到 呃 世界首富 你觉得他的孩子应该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 很好的爱 很好的呵护的 但是他却要变成一个女生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们现在很多家庭的悲哀 为了和更多 更为了更少的这样子的悲剧的发生 所以我应该觉得说 巴黎奥运会这次办的真的是很有创意 但是呢 有一些节目呢 确实 我们应该是对他们说 No 我们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未来社会有个更好的环境 有个更好的发展 为了我们的孩子的未来 为了我们能够知道更好的如何去给孩子的爱 让他们成为一个正常的人群 而不是是那个LGBTQ 我们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 因为现在越来越的孩子 越来越的人群 加上这个Waking 就是Musk说的 这个叫做觉醒运动 引发的后果 我们有一本 就是人类使用的说明书 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读 没有好好的去研究 按照上面的做 我们都翻出另外一本书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那样 整个社会 人类的秩序 会变得无比的混乱 你永远没有办法 找到你心目中的那种平静 和那种爱 和那种真正的美好 好吧 这期的节目就说到这里 请大家帮我点赞 或转发分享给更多的人 就是鼓励我吧 虽然很小很小的声音 我也希望能把这样子的真 善和美 传播给更多的人 让世界更多的 这样的声音能被听见 那我们下期见面见 拜拜